火炮骑射陆海空三军出动 美国南韩每年都会举行好几场大型军事演习 但川普在1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这样的画面不会再出现了 简单几句话说要停止美韩军演 不光是美国五爪大侠错愕 连南韩民众都吓一跳 每年美韩至少就有已知自由卫士 关键决断和要因三大演习 牵涉陆海空部队动辄上万人 更不用说超级雷霆的专属空军军演 川普几句话风云变色 北韩媒体已经率先发布声明 当成外交胜利 相对安静的中国则是挤着邀功 因为川经会结论等于认同 中国要求北韩暂停合适 美韩暂停联合军演的双暂停立场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和支持 因为这是中方一直期待和努力的目标 就在川普投下这看待之际 不少专家都认为这次川经会 北韩几乎没付出任何代价就取得有利成果 就美朝共同生命文字来看 许多专家认为金正恩没损失 却不见川普坚持的完整 可验证不可立的去核协议 相较川普舍弃联合军演大战略 被韩付出的代价相对少 川经过招第一回输赢 各自表述 三星文中头不到